亚山地区将在2030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区域各国之间的联通性是保持竞争力和适应力的关键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表示 新加坡有能力协助发展和连接区域各国 今天举行的新加坡区域商务论坛签署了四项合作备忘录 以加强区域市场合作 其中两个有助于新加坡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计划 以及在柬埔寨的潜在合作项目 另外两个则着眼于加强中国和亚山之间的船运和物流贸易 国务资政张志贤强调 亚洲要发挥经济潜能 必须克服包括基础设施发展在内的重重挑战 他呼吁商界领袖与政府合作 发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 张志贤还说对商业的开放态度 创新的能力 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让新加坡可以成为打开亚洲经济潜能的钥匙 来自50个国家的约600名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 出席了这次论坛